桃園隨處可見污水下水道工地 為了提升用路人行進工區安全 水務局要求多增設警示燈標誌等指引措施 確保行車損場安全 並確實為設行人通行空間 確保行人安全 為了盡量將對市民朋友的影響 減到比較低 桃園市政府在今年開始 將交為設施進行了三項的一個改革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對於行人空間的確保 為了要讓行人不受馬路如虎口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所有的工區 只要有行人通道或斑馬線的地方 我們都會留設足夠的行人空間 並且利用微設讓行人通行是安全的 第二個部分的改革是有關於在耗制的部分 那我們也在整個的耗制把它放大放明確 並且在比較在微設即將到達的路口 都會先進行用路人告知 讓民眾確實知道前面有一些建設在進行 那必要的時候可以進行改道 那第三個部分呢我們就推行4S運動 希望對市民朋友可以對於工區可以知道我們的謹慎 所以我們進行整理整頓清潔維護的4S運動 那也希望後續市民朋友在經過我們工區的時候 如果有感受到我們的誠意也給我們鼓勵 桃園今年11月起盤查所有工區 除了增加照明 防撞桶 柵欄 兩層防撞墜網 加強防護 也協調一郊在附近指揮交通 現在馬路上的工地很多 常常走在外面就要跟機車還有工地爭道 現在經過了市府的改善之後改善了很多 以前走在這個路上看起來這個工地都髒髒破破的 那也非常狹窄 開車在這邊都很危險 那現在看起來已經很明顯的改善 綠色那個東西現在也就開始慢慢的更新 那現在都看起來都已經全新了 那加上上面還有一些燈條 晚上夜間的一些視線都相當的清楚 那我們這邊行人走在這邊 跟開車在這邊經過都相當的一個感覺都很安全 目前桃園完成12處污水下水道系統 及三個級污區 下水道普及率成長幅度為6度第一 全國第二 市府也會積極加速施工進度 讓市民的不便降到最低 記者林佳敬 李安五 採訪報導